光挑画之下就 合理合法 都追到这儿来了 还跟我玩矜持呢 走了 等一下 老婆请个假吧 我得在这儿盯着他们 万一他们把咱们的家具弄坏了呢 走吧 他们能有什么事啊 房子又借他们了 让他们捣鼓 人家禁祖是为了学习的好吗 我说龙少爷怎么不着急找我了 合着有人结胡啊 好吧 尤其重要的事 光挑画之下就 合理合法 好 快回来的时候记得打电话 知道了 去哪儿啊龙少爷 你好能躲开一下吗 我还有事 你都追到这儿了 我还往哪儿躲呀 有事吗 怪我上次没理你 跟我演戏呢是不是 我好像不认识你吧 我今天晚上没戏 晚上的时间都归你好不好 我今天不用回去做了 离我远点儿 张静媚 我还真是想瞧你了 我还真是想瞧你了 一会儿都搬出去 好的好的 辛苦啊 不辛苦啊 朋友 我觉得这两个椅子摆在这儿不太好看 咱们一会儿搬出去吧 行行行 等会儿搬出去 好 辛苦啊 这包是你的吧 静媚 是 兄弟 这个张静媚刚过来 以为她自己嫁了 还是年轻啊 曼菲姐 二楼咱们组里没有租 可能不太方便上来 您是在找洗手间吗 可以啊 比我演技还好啊 亲了一下龙少爷 你就觉得自己是这儿的女主人了 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我尊重您是族里的演员 也麻烦您尊重一下我 如果您没有别的事的话 请您下去吧 我告诉你 张静媚 龙少爷是我的人 想跟我抢 你还不配呢 龙一是谁的人 可能不是您说了算 曼菲姐 曼菲姐 如果您还想在二楼待着的话 麻烦交一下租金 合同在我这儿呢 您随时可以过来找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